第十三章 错误的假定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四节 举凡喜欢沉思和默想人生的人 大多数都很多愁善感 这并不足为奇 难怪约伯记 传道书 以及所谓圣经中的智慧书 都是以悲愁为主调 除了圣经以外 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对人生有深刻省思的书籍中 找到类似的情景 这并不稀奇 因为生命本身的奥秘就足以叫人感伤 我们即使只从周遭大自然的观点来看 也不禁要感叹生命的壮严 浩瀚 伟大 是极其惊人的 几乎令人瞠目结舌 感慨良心 我们若来思想人类 这一切就更大幅度地增强了 我胆敢说 任何人若诚实地 面对人类生命的事实与景象 和其所涉及和导致的一切 必定会油然生出一种警惕和悲戏 而感觉自己必须有所行动 看看四周的情况 看看这个世界 看看你四周的人 他们是谁 是做什么的 他们为何在这里 他们将往何处去 他们最终的命运是什么 你如果知道他们拥有不朽的灵魂 在死亡 被埋葬之后 将进入另一个永恒的灵界 并且衣扇 而被分成两类 不是经历无限的祝福和快乐 就是遭受难以言喻的折磨和痛苦 那么你就很难处置泰然 你明白这一切之后 还能不为所动吗 如果你进一步知道 他们都将在此生决定将来永恒的命运 不是永远蒙福 就是永远受苦 你还能袖手旁观吗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绝大多数的人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 你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 听他们谈话 会发现他们对所有事都感兴趣 除了最重要的一件 他们的灵魂 看看他们如何把时间 金钱 精力花在享乐 运动 罪恶上 看看他们如何谈笑风生 表面上似乎一无挂虑 听听他们如何高谈阔论 以涉及事举实事 旧口莫横飞 滔滔不绝 他们可能因此起争论 急于摆平对方 他们为了争夺世界的耀眼奖赏 而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看看我们四周的世界 难道生活就该是这样的吗 他们是否知道 结局必然诉索领导 转眼他们就将离去 而同时 他们正在决定 自己永恒的命运 你目睹世上男女如何度日 岂不忧心如焚 想到将临到他们的事 是否会不寒而栗 我每读这段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 总会产生这种感觉 这里记载了孩童耶稣 如何逗留在耶稣撒冷 这个画面 岂不是今天大多数人的写照 看看那些人 他们离开耶鲁撒冷 正在回纳撒勒的路上 他们与同行的人边走边聊天 显得轻松愉快 或许他们谈论到 刚刚在耶鲁撒冷参加的敬拜 或对所听的道发表议论 毫无疑问的 他们提到当时的政治情况 罗马人统治的问题 和一些激进的团体 也难免对法利塞人和文士等宗教领袖 品头论足一番 妇女们可能讨论着 在城市和商店中的所见所闻 以及所采购的物品 和感叹生活艰难等等 他们被各样事情分心 以至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孩童耶稣并位在人群中 我再重复一次 这正是大多数人的写照 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 对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都兴趣盎然 唯独一件最重要的事 一个最重要的人 却被他们忽略了 在广大人群中 有一种人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就是这段经文中清楚描述的人 他们以为他在同情的人中间 所以继续前进 这些人值得注意 不仅因他们自称一类 而且毫无疑问的 他们在同情的人当中 是最可怜的一群 我可以根据新约的权柄说 并非每个人的地狱都如出一辙 这些人的遭遇可能比别人更恐怖 显然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 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人 必然是所有遭到毁灭的人中间 最可悲的一群 这些人自认光景极佳 所以就别有期待 世上有很多人根本对人生一无期许 他们单单为今世而活 只在乎眼前 他们最后遭到灭亡 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但圣经似乎暗示 另一种人的下场更凄凉 就是那些自称基督徒 自认将来一定上天堂的人 他们对天堂满怀憧憬 结果他们必定经历 更大的失望和惊讶 确实 新约所描绘最可怕的画面 莫过于那些终其一生 都自认是基督徒的人 到了那日子 他们频频呼唤耶稣基督说 主啊 主啊 耶稣却回答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多么可怕的情景 永远挽回的灭亡 永远的失望 一个人若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 安然妥当 等到发现真相时 却为时已晚 这多么可悲 但愿今天听见这番话的人 都能避免落入此下场 首先我们来思考 持这种假定的人事 根据什么基础 我和人谈论这件事事 常常被他们的回答吓一跳 他们总是自认为基督徒 最常听见的说辞是 我当然是基督徒啊 他们所用的词句本身 就暗示个中有误 没有一个人是 当然的基督徒 这是一件崭新的事 而非无可避免 或必定发生的事 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关键 是非同小可的事 新约是用 重生 新族类 更新 等词句来描述它 事实上 它被描述为神超自然的行动 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 这是神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 以他无限的恩典 介入人类的生活中 这是一项神迹 我们每逢思想 总是充满亚裔和感激 因此一个真基督徒不能说 我当然是基督徒 而应该说 我今日所以成了基督徒 是靠神无限的恩典和怜悯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自认为基督徒 或者套用这段经文所用的生动语法 自以为耶稣基督在一生旅途中 始终与他们同行 而且会一直相伴在左右呢 原因很多 他们做出这种假定原有各种理由 我只打算讨论其中比较常见的几个 或许你们会觉得有些理由太过于幼稚或荒诞 但在今天却很普遍 说不定你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观点 这些理由是什么呢 有些人只因为属于一个所谓基督教国家 就假定自己是基督徒 这观点很明显是错误的 无需多加说明 但所谓基督国度确实存在 其正确的定义应该是 由个别基督徒组成的国度 任何一个人若不先成为基督徒 他就与基督的国度无分 还有一种人把这种假定建立在自由生长的环境上 有人依赖婴儿洗礼 认为婴儿时受过洗就必然是基督徒 好像父母在我们尚未有行为能力时所采取的这个行动 可以使我们成为基督徒 有人自幼受洗 就以为从此相安无事 一生都是基督徒 这种观点在天主教当中尤其普遍 但在基督教里也不罕见 有些人或许并不强调洗礼 但他们说 他们从小就一直有信仰 从未否认福音的真理 他们从一生下来 就不断听到有关神和耶稣基督的道理 始终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真理 他们当然是基督徒了 否则他们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今天世上有多少人凭此而断定自己是基督徒 但实际上他们从未认真思考过 到底新约所谓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有人从未参加过教会敬拜 很明显地过着不义和犯罪的生活 但你若说他们不是基督徒 他们很可能勃然打怒 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基督徒 这岂不让人惊讶吗 另外有一种人将这种假定 建立在教会的会员资格 或参加聚会的事实上 他们的名字列在教会名册上 也规律地参加聚会定期奉献 他们相信至少应该一周一次向神还原 因此他们依然自得 从未须于怀疑过神是否悦纳他们 并且身心不宜耶稣基督一定以他们为荣 最终必定会奖赏他们 我不知道像我们这样规律地上教会的人 可曾真正思考过做基督徒的意义 相信有为数可观的人以为 作为教会的会员就相当于作为基督身子的一分子 同样的 这种观念也不止局限于罗马天主教会 还有一些人认为 品格端正 多行善事 就必然显示我们是基督徒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这一类论调相当普遍 他们声称这辈子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总是尽力帮助别人等等 或许他们已经久未上教会 好几年未翻开圣经 即使祷告也只是偶尔为之 但他们并不在意 以为做基督徒就是过一个安静 受人尊敬 看为表范的生活 只要做到这一点 就能高枕无忧了 我要提出的最后一类人 他们的假设更高 更广 那就是将盼望 建立在神的爱上头 他们根本不去翻阅圣经 和寻求解释 不论你说什么 他们一律挥挥手说 神是爱 对他们而言 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人的生活方式 并不能造成任何改变 神以他的爱来对付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安心无虑 他们总是漫不经心地说 神是爱 但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 所提供的比喻更恰当 我们读到他们在察觉 耶稣失踪之前 已经走了一天的路程 这正是对做基督徒的错误 假定最致命之处 他总是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满足感和幸福感 约瑟和玛利亚无牵无挂地 继续前进 以为耶稣也在同行的人当中 他们可能与刚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 边走边谈 圣经并未告诉我们 这种错误的假定会立刻被人察觉出来 其实他说的正好相反 例如罗亚开始造方舟的时候 四周的人不断讥笑他 并且照常 吃喝嫁娶 拒绝听这位艺人的警告 后来的索多玛人和俄摩拉人 也拒绝听罗德和天使的警告 这类记载一直贯穿着整本旧约 从参孙到先知时代 甚至到主耶稣的时代 以色列百姓总是对神的先知 和他们最伟大的朋友冷嘲热讽 只要随意读一段圣经 你就能发现 敬前的生活经常会带来痛苦和失恋 而不信的人却似乎道路通达 风衣足使 是的 他们似乎一帆风顺 一个人确实可能一生顺遂 从未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这种错误的假定好像毒品 它能麻木人的痛觉 减轻人的恐惧 提供一种健康快乐的虚假感觉 到目前为止 或许你事事顺利 但这并不一定能证明什么 然而 一旦你开始寻求基督 或仰望他 真正的试验就临到了 你可以想象约瑟和玛利亚发现 耶稣不在身边时 那种惊慌失措 疯狂地四处寻找的情形 不妨想想 早晚这个时刻 也会临到每一个人 这是唯一的考验 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 如果你在遭遇困境时 信仰对你一无注意 这信仰又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在最关键的时刻 救主无法伸出援手 他又怎能算是救主呢 这是真正的誓言 请容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识什么 你在最需要他的时候 是否能找到他 他可曾与你相近 这是做真基督徒的意义 你总是可以依靠他 知道他一直在那里 你心里若有一丝疑惑 就会感到闷闷不乐 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你在试炼和试探中 急需基督时 他在那里吗 你总能找得到他吗 他是否拯救你脱离那困境 你在病榻上 远离亲朋好友时 是否发现他就在身旁 你或许一直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但这不是问题所在 你最需要平安的那一刻 他是否将平安赐给你呢 你在忧伤悲戚 心如刀割的时刻 转向神 仰望他 你能找到他吗 最重要的是 你接近生命尽头 面对坟墓时 你是否确定能找到他 那时你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你必须面对审判 但愿你现今就面对这问题 你明白找到神的意义吗 千万不要误以为 即使你现在找不到他 早晚还是会找到 这种假定是根据什么基础 让我再提醒你 圣经不断用极严厉的词句 警告 存着这种幻想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不认识你 我要问你 为什么这一类人 会有这种可怕的错误假定 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 提供了极佳的答案 他们以为孩童 耶稣会跟随着他们 这似乎是他唯一的责任 所以他们无需担心 但耶稣这样纠正他们 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 为念吗 到他三十岁那年 在加拿的婚宴上 他的母亲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告诉耶稣久没有了 显然指望耶稣采取因应行动 耶稣回答说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是另一个例子 我的整个重点是 必须由主来找我们 而不是我们去寻他 我们指望他来 认定他一定会来 我们以为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行 反正需要他时 他总是会在那里 于是我们用轻忽随便的态度 谈到带耶稣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领路 神儿子耶稣基督 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在后头尾随 哦 这是何等的亵渎 不 首先你必须明白 这些事是有条件的 主耶稣总是设下一些条件 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确实可以经常打到他 我这样说 是根据什么权柄 乃是根据耶稣自己的话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二十三节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符合这条件的人 他应许要住在他们里面 他的条件是 遵守他的道 若没有条件 就没有应许 遵守他的道 意思是 相信他所说的 照他的吩咐去做 相信他是神的独生儿子 为拯救我们而来到世上 相信他为我死 他是我上天堂的 唯一盼望所惜 遵行他的道 也意味着将我自己献给他 离弃罪 离弃世界 尽力在每一件事上 讨他喜悦 主耶稣说 我和父要到你这里来 与你同住 不是婴儿洗礼 不是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 不是加入教会做会员 或广心善事 而是相信并承认 他是你唯一的救主 是你的救赎主 并遵照他的话而行 重要的不是你我对基督徒下什么定义 而是耶稣对做基督徒所定的条件 你若要时常找到他 就必须符合他的条件 这是唯一的方法 其他各种假定都是于不可及的 这是神的方法 他必然奏效 以斯提反为例 你还记得他受审的那一幕吗 行政当局对他咬牙切齿 他却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后来他们将他拖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他呼喊道 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以及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在斯提反需要基督 并且寻求他时 他找到了基督 为什么 因为正如第六章告诉我们的 他相信并符合了基督的条件 你读整本使徒行传 可以看到那些使徒 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 转向基督 并且找着了他 不论是身系牢狱的彼得 在哥林多或传难中的保罗 都是最好的例子 在各种灾祸和危难中 他总是在那 他们自己里面可以见证着事实 圣灵与他们的心同证 他们是神的儿女 他们全心相信他 为了他的缘故 他们已离弃世界和罪 他们向他祈求力量和能力 事实上他们无所不求 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 他永远与他们同在 保罗说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种把握 这条件迄今未变 你读教会历史 就能看见同样的情景 你满足于丹丹 假定他与你同在 假定他必保守你安然无恙吗 你如果现今还不认识他 你又怎能确知以后 遇到危险时能找到他呢 要做智慧人 放弃你一切无用而愚昧的念头 接受他定下的条件吧 对于那些单单依靠基督的救恩 并以遵行神命令 顺服他指引为人生目标的人 神的应许依旧是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来吧 试着满足他开的条件 你就能享受这应许 奉他的名 阿们 3 5 5 6 7